君子蓝的叶片经常会出现长黄斑的情况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只需要三步就能搞定 而且最后一步是最关键的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步处理方法就是把这些黄斑给剪掉 尽量多剪一点 不要直接沿着边边剪 给它多剪一点 这样的话才可以将一些病罩给它清除掉 第二步就是给它脱盆 并且把一些烂根空根等部位全部给它修剪掉 清理掉之后 我们再把它放在多菌磷溶液里面浸泡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 将这个病菌给消灭掉 然后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伤口 我们再重新栽种起来就可以了 第三步也就是最后一步 就是栽种好之后 我们要给它喷湿杀菌剂 因为叶片它有病菌感染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这个好清咸 本甲皮粥子这么个专对针对叶片病害的杀菌剂 有两种成分杀菌更广谱 渗透力更强 里面是胶囊型的 一次取一粒 打开对500毫升清水 溶解之后 叶面喷湿 5到7天喷一次 连喷2到3次 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 为什么要做这三步呢 其实是因为菌子蓝 它的叶片黄斑 主要是因为土壤里面的病害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它剪除病灶 换棚换土 然后呢 再给它喷湿杀菌剂 这样就能够基本上控制住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